北京时间1月10日 NBA官方公布了第12周的东西部州最佳球员 骑士的米切尔当选东部州最佳球员 这是他本赛季第二次当选州最佳 生涯第五次获此殊荣 上周对公牛一战 米切尔轰下71分 创本赛季联盟单场的分纪录 胡人的詹姆斯当选西部州最佳球员 这是他本赛季首次当选州最佳 生涯第66次上榜 詹姆斯66次当选州最佳 也继续刷新这一奖项的历史记录 东部州最佳米切尔骑士上周 骑士三胜一负 而在米切尔出场的三场比赛 骑士全部胜出 米切尔场均37.7分5.3篮板 7.3助攻一抢断 投篮命中率53% 三分命中率35.3% 罚球命中率86.1% 骑士官方晒图祝贺米切尔当选州最佳 对公牛一战 米切尔轰下71分8篮板11助攻 得分创生涯新高 这也是现役球员的最高分 米切尔还成为了史上首位单场 至少70分10助攻的球员 对太阳首战 米切尔得到20分6篮板9助攻 对太阳次战 米切尔得到22分2篮板2助攻 赛季至今 米切尔场均28.8分 3.9篮板4.8助攻 三分命中率40.5% 骑士26胜15负 排名东部第四 西部州最佳 詹姆斯 胡仁 上周 胡仁四胜零负 詹姆斯打了其中三场 场均贡献35分8.7篮板7.7助攻 投篮命中率54.8% 胡仁官方晒图祝贺詹姆斯当选州最佳 这是詹姆斯本赛季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上次获得州最佳 已经要追溯到2021年12月14日 对黄蜂一战 詹姆斯轰下43分11篮板6助攻 对老鹰一战 詹姆斯得到25分7篮板10助攻 对国王一战 詹姆斯又得到37分8篮板7助攻 赛季至今 詹姆斯场均29.1分 8.2篮板6.7助攻 投篮命中率51% 胡仁十九胜21辅 排名西部第十一 东西部获得州最佳提名的球员如下 东部 字母哥 雄鹿 班凯罗 魔术 布伦森 兰德尔 尼克斯 杜兰特 蓝网 哈利 伯顿 特纳 步行者 拉文 公牛 西部 托马斯 比布莱恩特 胡仁 东契奇 独行侠 亚历山大 雷霆 小杰克逊 灰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